他有些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小姐 萧将军一行人就住在驿馆 楚南侯也准备好了船 明天一早 萧将军他们就离开 我知道了 小姐 那批货在码头停留三天了 何时进京 长公主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京城太安静了 不正常 这批货运往别处 是啊 想走 我就上一走 萧敬寒的船 刚行出两颗钟的时间 船就开始漏水了 慢慢地彻底沉下去了 活要见神 死要见尸 他一声令下 一众水鬼都潜入水下 何泰 何泰带着暗卫 直接冲到河中央 平西年一惊 知道他上当了 他一跃跳入水中 将军 他们的首领跑了 跑了 属下无能 不过 对方应该是一个女子 萧敬寒和易卿对视一下 这么厉害的女子 他们只认识一个 回平壤 你带人 在河两岸搜寻 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是 侯爷 侯爷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难不成 萧敬寒又回来了 看来 侯爷是知道我回不来了 萧将军 萧将军 怎么回来了呀 我还想问侯爷 侯爷借给我的船 人 怎么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